我要跟大家开始分享一个系列 叫做耶稣隐藏在十二支派中的秘密 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 无论你面对的挑战困难 甚至魔鬼对你的压制是什么样的光景 唯一的出路都是仰望耶稣 Amen 什么叫仰望耶稣呢 我们曾经分享过 仰望耶稣是要每天看耶稣的画像吗 还是要追求在意象中看见耶稣呢 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追求意象的话 麻烦就来了 因为魔鬼也可以给你一些意念和画面的 今天我们信仰的根基 不是建立在这些属灵恩赐的意象上 我们的根基是建造在基督的道上面的 Amen 在意象中看见耶稣吗 当然不是 答案是什么 在恩典之下 神让我们无论是职场 工作 教会 施工 还是日常生活 饮食 起居 都透过主的话语 来认识和定精于基督 弟兄姐妹 当你聆听到关于耶稣基督完工的信息 当你听到耶稣基督被高举的信息 不知不觉的 你的喜乐就流出来的 不知不觉的灰尘就会脱落的 不知不觉的扬眉吐气 不知不觉龙光焕发 因为他的路被称为又新又活的路 Amen 跟随耶稣 走在他所为我们带领的道路上 蒙福的道路上面 又新又活 你的身体会被更新 你的细胞都焕然一新 你的血液完全通胀 所有的骨头都是健壮的 每一个神经系统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又新又活的 你的新陈代谢 每一个功能都是完美的健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读圣经 尤其读旧约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读旧约呢 我要开始跟大家首先来分享 第一个方面 就是一马五十路上的恩典特会 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搞恩典特会 不是我们发明的 是我们跟圣经学的 那一天在一马五十的路上 哈利路亚 那个讲员是谁啊 会众有几个 太多了 还有众天使呢 所以你了解 耶稣就在一马五十 十一公里的路上 边走 边磕瓜子 边来点凉茶 倒也没有 耶稣就跟他们 一边闹 一边走 走到最后 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 实在是皆大欢喜 可是他们刚开始的状况 是相当不好的 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 正到那日 门徒中 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 这村子名叫一马五十 首先我要跟大家谈到 耶稣为什么选择在复活的那一天 做这件事 我相信这里面有非常重大的 属灵的含义 耶稣 他竟然没有先去见 其他我们认为 比较重要的门徒 他选择在这个时间 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下面就会看见 耶稣到底在这里 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先请你记住 这两个字 叫恢复 正到那日 有几个人往一马五十去啊 两个人 这两个人 应该是夫妻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谈到其中一个人的名字 叫格留巴 但是圣经没有记载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根据犹太人的文化 两夫妻在一起的时候 通常只记丈夫的名字 你还记得吗 耶稣行五饼二语的神迹 为保多少人圣经记载 五千个 五千个什么人 男丁 不是妇女小孩不重要 所以没有记载 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 而是圣经的原则 男人要负起责任 所以圣经没有记载 两个人 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只记载一个男的名字 叫格留巴 你可以想象一下 他们到 一马五十的时候 已经 夜晚了 对不对 换句话说 他们走的时候 可能是下午 然后越走 越接近黄昏 他们走在这条路上 你有没有想到 圣经哪一个画面 我要跟你谈到 耶稣在这里面 是一个预表 祂要做恢复的工作 祂复活以后 祂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荣耀的恢复 你想到哪个圣经的画面呢 我告诉你 伊甸园 在伊甸园里面 神曾经 也跟哪两个人在一起 亚当和夏娃 也是一对夫妻 耶稣亲自救进他们 和他们同行 我刚才谈到说 这个男的名字 叫格留巴 但是圣经没有记载 另一个人叫什么 所以我们相信 根据犹太的文化 应该是一对夫妻 现在回到我刚才谈的 在伊甸园的时候 上帝也曾跟一对夫妻在一起 可是非常遗憾的是 那一对夫妻 到最后 他们是失败的 当上帝在园中行走 也在行走 耶稣也在 银马五十的路上 跟他们行走 牵起了凉分 是在伊甸园里面 我们不知道 当时是不是也接近黄昏 很可能是 都很类似的画面 创世纪三章八节 九节 天起了凉分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 你看到了吗 那人和他妻子 神在行走 现在两个圣经进行对比 在创世纪的伊甸园里面 上帝和这对夫妻一起行走 但是这对夫妻 到最后失败 在银马五十的路上 耶稣跟这对夫妻行走 你告诉我 这对夫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他们重回神的荣耀 他们重回耶路撒冷 这个叫读圣经 读圣经读到耶稣在其中 耶稣的心意 耶稣的完工 读圣经就精彩了 哈利路亚 当你把银马五十和伊甸园 连在一起的时候 这段经文就活过来了 耶稣与他们同行 是预表着他复活以后 所要带来的荣耀的恢复 大家一起来说 荣耀的恢复 在伊甸园 人类第一对夫妻 失去了一切 在复活日 耶稣要复原人类 失去的一切 伊甸五十之路的同行 是一个恢复之旅 哈利路亚 你知道今天我们来做什么吗 进入到恢复之旅 你的身体要恢复了 你的情绪要恢复了 哈利路亚 你知道基督徒啊 正确的情绪是怎样 是哈哈哈哈哈哈 正确的情绪 不是 你有点神经病耶 当我被神经病取消 神经病的时候 我就坦然了 正确的状态 应该是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了解吗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因考耶和华的喜乐 是我的力量 Amen 主使我力量 主使我喜乐 主使我失格 当你看见 祂要在你的生命中 做恢复的工作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啊 在伊甸五十的路上 当我们跟创世纪的画面对比 我们看见 创世纪的始祖人类堕落了 可是伊甸五十 耶稣的复活 是要恢复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 谈论的是啥事呢 他们就站住脸上 带着愁容 为什么愁容 二十一节 他说我们素来 所盼望 要赎以色列名的 就是他 可是现在 官府 把他解去 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所以你可以看见 他们一直关注的是失败 是问题 是没有突破 是我想要的 没有达到 他们脸上 带着愁容 心里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耶稣靠近他们 耶稣说 无知的人啊 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面对最大的两个挑战 第一个就是无知 第二个就是信的迟钝 我们等所有的人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耶稣是有美意的 我们信的迟钝 我们被魔鬼偷得 七零八落了 我们才说 奉耶稣的名魔鬼离开 搞了半天都把你家偷光了 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鬼到猪身上 猪都要自杀 很多人今天 魔鬼的诡计 魔鬼的谎言 魔鬼的门闭在他身上 他说没事了 反正人生就这样 还能咋样 信的迟钝 耶稣怎么样 来恢复 这两位 又无知 又信的迟钝的 不要看你旁边的人 因为你等于是在照镜子 当耶稣跟他们同行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27节 容许我卖一个关子 虽然我知道圣经你可能很熟 可是我先把这两个字放出来 叫于是 于是下面就说 耶稣要跟他们做一件事 耶稣跟他们做了什么事 这件事情 是今天可以让一个忧郁症的病患 完全得释放的一件事 可以让任何压制 任何处在艰难光景中的人 完全得释放的这一件事 如果你明白这件事情 如果你领受这件事情 圣经主要向我们揭示的 启示的真理 你的生命绝对恍然一新 于是 耶稣做了一件事 可是我等一下 再让你看这一节圣经 我先让你看 耶稣就在路上跟他们做了这件事 结果是什么 二十八节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说 时候晚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到了做洗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住歇了 掰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因为耶稣在路上的时候 一直在做这件事 后来到家了 他们说 耶稣来来来 一起住下吧 耶稣去 跟他们掰饼 突然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 哇 My God And my Lady Gaga 原来是你啊 耶稣突然不见了 因为耶稣已经做成 他要做成的 他们的眼睛明亮 等一下我们谈到 他们立刻回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代表 属灵的高分 一马五十是在下面的 耶路撒冷是在山上的 西安山 他们重回属灵的高分 他们原先是 走灵性的低潮 你现在特别留意啊 又来了 对比 当他们领圣餐 眼睛明亮了 你有没有记得 在伊甸园 也有眼睛明亮 这几个字啊 不过那几个明亮 是不好的明亮 眼睛不要乱明亮 很多时候 我们眼睛明亮在哪里呢 就是专门看别人眼中的 刺恨明亮的 我们看见耶稣在哪里啊 主的童子在哪里 我们看不见主 但很容易看见问题 我们都有一个属灵的恩赐 叫救别人的罪的恩赐 开玩笑 你知道吗 在伊甸园里 这两个人 眼睛也曾明亮过 创世纪第三章 蛇对女人说 哎呀 吃这个树的果子吧 吃了这个果子 眼睛就亮了 于是 女人摘下果子吃了 又给她丈夫 他们二人 眼睛就明亮了 你看到这个对比 他们一明亮 就堕落了 但是一马五十的 这两个门徒 一明亮 恢复了 在伊甸园 当人吃错果子时 就看见自己的羞耻 在复活日 当人领受圣餐时 就认出基督的荣美 在伊甸园 人吃错 眼睛明亮 看见羞耻 在复活之日 他们眼睛明亮 看见那荣耀的救主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历时回耶路撒冷去 首先你特别留意 在这里面他说 我们的心 请回答 我们至少几个人 其实至少两个人 可是如果你查考 圣经的原文 这里面竟然是单数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心 啥意思啊 请好好 两夫妻 无论有多么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婚姻中 如果有一个超越的第三者 两颗心就变成一颗心 我们是一颗心 哈利路亚 当教会高取耶稣的时候 教会就变成一颗心 哇 你看到了吗 我告诉你 恩典的教会有问题吗 有人的地方都有问题 哎呀牧师 没想到恩典的教会 也这么虚伪 哎呀都差不多了 来吧来吧 不差多一个 来吧来吧 牧师 恩典的教会这么多问题 坦白说 其实我们的教会 本来是完美的 你来了 就破坏了这个完美 有难的地方就有问题 可是正是因为有问题 我们才要传讲耶稣 我不是说不要私下的纠正和管教 我是说在台上的时候 不要一直要求 你要改啊 这个要怎样改啊 那个要怎样改啊 真正解决的途径 是高举 耶稣 当耶稣被高举 所有的人都向着耶稣 向着耶稣 到最后在耶稣里面 变成一颗心 你知道吗 当他们的眼睛明亮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因为他们吃错了果子 你知道吗 吃对果子和吃错果子 结果不一样的 他们吃错果子 他们的心就冰冷了 在一马五十的路上 他们吃对了果子 什么果子 生命树的果子 他们的心就火热了 我的心 想燃烧的沙漠 对不起 不会唱这个歌 他们想燃烧的沙漠 毁耶路撒冷 他说 我们的心气不是火热的吗 现在我要问啊 到底耶稣干了啥 把他们搞成这个样子 到底耶稣干了啥 把忧郁症给干掉 到底耶稣干了啥 让灰心沮丧 让极度绝望 让甩手不干的人 重拾呼召 重回神的荣耀 到底耶稣干了啥 今天一切问题的答案 都在这里 耶稣做了啥 我们来看二十七节 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仙之起 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原来耶稣 在一马五十的路上 是搞一个解经大会 解什么经 当时没有信约 解旧约 有人误解 哎呀 恩典的人 不要讲旧约 恩典的人废掉旧约 我告诉你 恩典的教会 从来没有撇弃旧约 事实上我们很多的传讲旧约 只是如何传讲旧约呢 你要怎么讲旧约呢 耶稣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示范 讲旧约的时候 把经上 就是所有摩西五经 其实包括先知书 还有后面耶稣谈见谈到的诗篇 把耶稣给带出来 这段圣经跟耶稣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圣经就很有意思了 就很鲜活了 读旧约 读旧约是要在旧约中看见要求吗 读旧约是要在旧约中看见问题吗 读旧约是要在旧约中自我定罪吗 是要在旧约中看见 耶稣 我们要开始进入这个系列 耶稣隐藏在旧约十二支派中 我们要从十二支派看见 跟耶稣有啥关系呢 从雅各对以色列十二支派的预言 看到耶稣 首先我们知道 雅各有十二个儿子 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我们来看一下 流遍西面 利未 犹大 但 拿福他利 加德 亚瑟 以撒加 西布伦 约瑟 还有遍雅民 当然我们知道在分地的时候 另一位支派是没有参与分地的 他们是住在各地的陶城里 那么就十一个支派了 约瑟呢 两个儿子 他们很特殊的 两个儿子都参与分地 虽然算是半支派 但他的地域还是很广阔的 我们现在来看 《创世纪》四十九章第一节 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 说 你们都来聚集 我好把你们日后避遇的事 告诉你们 所以雅各就一个一个地 给他的孩子发语言 什么叫发语言 就是在灵里面看见 这个孩子的未来 他就讲出这个孩子的未来 我们在这十二个儿子 雅各对他们的预言中 可以归类为三大类 我们今天先讲一类 这个预言啊 有不同的款式的 我们今天先讲其中一类 在这一些的预言中 看见跟耶稣的关系 我们首先来看 《创世纪》四十九章十九到二十二节 我不是按照顺序讲 因为我们是要归类嘛 所以归呢就是有些圣经要跳动一下 我不是按照顺序讲下来 我们先讲他其中的这几个儿子 因为这几个儿子 可以归类为一种 十九节 加德必被敌军追逼 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 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 写出君王的美味 拿佛塔利是被施放的母鹿 他出加美的言语 约瑟是多结果汁的树汁 是全旁多结果汁的汁子 他的汁条 盼出墙外 雅各就在灵里面发预言 加德是怎样的 亚瑟是怎样的 以撒加是怎样的 约瑟是怎样的 流便是怎样的 我们先来看 加德 加德必被敌军追逼 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 就这一句 这是雅各给他儿子 加德的预言和祝福 我们若单从人的层面看 并没有特别 但如果把耶稣放进去 圣经就很鲜活 我们可以看见 这是预表耶稣的故事 请留意啊 耶稣要进来了 加德必被敌军追逼 也就是说 加德在这里面 跟耶稣有关系的 什么关系 他在某一个层面 可以预表耶稣 也就是说 耶稣曾经被敌军追逼 但是耶稣要起来 追逼仇敌的脚跟 所以我们从对加德的预言中 看见 耶稣是怎样的耶稣 第一个方面 加德支派的祝福 代表耶稣是帮助你 胜过所有仇敌的那一位 我们先来解释上一句 因为跟耶稣有关 耶稣曾经被敌军所追逼吗 是 什么时候 马太福音第二章 天使来对约瑟说 起来 带着小孩子 同他母亲逃往埃及 住在那里 等我吩咐你 因为西律 必寻找小孩 要除灭他 住在那里 直到西律死了 我们知道 当耶稣降生下来的时候 西律王听到了这个分身 后来东方的几个博士 他们带着很多的黄金木药香膏 很多的圣经故事 绘画把它画成三样礼物 三种礼物没有错 但不是指三样宝盒而已 一定是很多的 而且有很多的侍从的 就代表整个耶路撒冷 都可以被轰动的 西律王都惊动了 他就把这些博士叫过来 说你们来找 这个要来的米赛呀 你们找到了吗 他现在还没找到 如果找到了 西律王就说 请你告诉我 你知道后面发生什么事 当东方的博士 后来找到耶稣 朝见了耶稣 把礼物送完之后 神在梦里面 对东方的博士说 你们赶快走 不要回到西律那里 他们就从别的道上 回家了 西律王知道之后 就震怒 因为他感觉 被这些东方的博士 给耍了 他就下令 要杀两岁以下的孩子 都杀尽 你看这是第几节啊 二章几节 十六节 上帝早有预备 在十三节 哈利路亚 无论你遭遇 什么样的挑战 上帝都要早已 为你开一条出路 在十三节 主的死者就告诉 约瑟说 赶快走 什么时候回来 谁想搞死你 就让他先死 你再回来 神若帮助你 谁能抵挡你呢 什么时候回来 等西律死了 这主的死者说的 那么很快 西律就死了 加得必备 敌军追逼 听好弟兄姐妹 当仇敌想要偷窃你 当仇敌想要攻击你 请相信 事情没有结束 我不是带着 生病的身体 走入晚年的 我不是带着 一大堆的状况 一年一年 这样混过去的 如果仇敌起来攻击你 你可能暂时 有受委屈的时候 你暂时有受亏损的时候 耶稣也暂时和 玛利亚和约瑟 又逃到埃及的时候 他曾经受过这样的委屈 但这是神的征战 曾经遭遇的环境 我告诉你 这不代表 事情是以这种面貌来结束的 如果你不知道 上帝要在你的生命中 即将做什么 和正在做的 你就看看魔鬼 在你的生命中 在偷窃什么 魔鬼为什么要追杀 耶稣 因为他知道 耶稣是一位拯救者 耶稣要伤他的脚后跟 耶稣的脚后跟 要踩在蛇的头上 魔鬼害怕 先下手为强 可是他根本不能够得逞 因为神早有预备 听好 也许你觉得 魔鬼在你的生命中 曾经偷窃你了 也许是因为你被蒙蔽 因为无知和性的迟钝 事情没有结束 事情不会以这种状况结束 这是我们拥有的确据 因为加德被敌军追逼 没结束 他要起来 追赶仇敌 希律死了 耶稣回来了 讲话短说 耶稣三十岁那一年 出来服侍 他走遍各成各下 他周流四方 行善事 一号 凡 被魔鬼压制他了 圣经说他追赶仇敌 什么时候 马可福音第五章 圣经就记载 耶稣赶出一个格拉森 被鬼附的来 看到了吗 耶稣追赶仇敌 不是用力的 很轻神的 耶稣一下船 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 从缝营里出来迎着他 他周夜常在缝营里和山中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当一个人他被魔鬼门闭的时候 通常会有两种方式来自我伤害 一种就是自残可见的 一种就是内心的自我定罪 我看过一个年轻人 他的手上全都是刀疤 谁割的 自己割的 我也曾经见过很多的人 他的手上有很多香烟 放在手臂上的记号 其实是很痛苦的 但是有些的人到后面开始习惯 开始麻木 什么叫自残 除了伤害身体 还有一种自残 叫自我定罪 我这个人真的很没用 我很自卑 我看不起我自己 我为什么就是这个样子 我为什么就是改不掉 这个人住在坊墓里 拿石头看自己 你知道吗 今天有多少的人 每个晚上躺在被窝里 他恨自己 恨自己的家境 恨自己的父母 他觉得他的家乡坟墓 他觉得他的人真没有盼望 今好 耶稣要来到他的生命中 给他制药 他要起来 所以敢仇敌 耶稣来了 耶稣就问他说 你叫什么名字 回答说 我名叫群 然后这个乌龟 他很有文化 特别解释一下 为什么叫群呢 因为我们多 根据当时罗马军团的编制 一个群有多少人呢 六千人左右 也就是说 这个人的里面 住着六千多个鬼啊 所以 他有很多的自我伤害 很多的资产 他真的是活得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但是你知道吗 耶稣只是一句话 魔鬼就紧张 魔鬼就要求耶稣 他说 请你打发我们 到猪群里 负着猪去吧 耶稣种了他们 乌龟出来 进入猪里 于是那群猪 闯下山崖 投在海里淹死了 让你注意 圣经特别记载 猪有多少头啊 你现在算算啊 同学们 两千头猪 六千个鬼 请问 一头猪 分几个鬼 三个鬼 哎呀 这数学都很好 我现在告诉你啊 一个猪 才三个鬼都受不了 一个人 六千个鬼 怎么受得了的 你没有办法想象 我以前读这个圣经 就读过去了 直到有一天 我突然醒过来 猪是怎么死的 不是笨死的 猪怎么死的 淹死的 对不对 有一天 我突然醒过来 你知道吗 猪会游泳的 大哥 猪会游泳的 冷猪 不要看你旁边的人 看牧师 牧师也不能看 猪是会游泳的 你让一个游泳健将 怎么淹死啊 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搞死 因为受不了 这二师兄说 我咋受得了 三个鬼啊 就直接搞死自己 他会游泳都淹死 什么意思知道吗 连猪都知道 魔鬼不是我好朋友 我要说的是什么 神要让你的生命 里外都干净 透明 清澈 看得见 看得透 属灵人 看透万事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每天让耶稣来洗尽你啊 你面对一个选择 你不会昏头昏脑 咋整呢 咋办呢 来来来 叫牧师先知算个命 来来来来 给我按手一下 给我算算看 这件事情 怎么做决定 我们一有问题 我们总是想到 请别人先为我们带导 圣灵在你的里面 自由主的灵在 凡事上教训你 不用人教训你 因为自由主的恩高 在你的里面 教训你 让他对你说话 或向左或向右 总有微小的声音 在我的前面 在我的后面 在我的左边右边 要对我说 这是正路 你要行在其间 我说经过死因的忧谷 不怕招害 因为你一直带领我 与我同战 主啊 无论面对家庭的 事业的 婚姻的 任何一个选择 求人 不如求神 我也不能求自己 我要来到你面前 弟兄姐妹 一切的压制 在你的生命中 彻底地挪开 你知道吗 当你今天 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 加得要起来 追逼仇敌 你的生命中 灵魂体都很兴盛 你的灵已经兴盛 现在是魂兴盛 身体就自然兴盛 嘿 很奇妙的 当你听到 主的话语的时候 不知不觉 你都不知道 身体有些症状 它自然会消退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一直想 觉得是身体的状况 不是身体的状况 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你有一些 不干净的东西 看多了 你的身体就开始 不知不觉 一些乱七八糟的症状 都会出来的 因为身体 是你心的反应 身体反应你的心 你的心若是清新的 你的身体 一定会越来越健壮的 很奇妙的 那些浸泡在神话语中的 为什么圣经说 身体健壮 如同你的魂心圣一样 你的魂就是你的思想 你的意志 你的情绪 让你的思想健康 因着神的道 我的魂心圣 信道是从听道来 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来 基督的话语 进到我的生命中 让我的魂心圣 以及我的眼睛是亮亮的 耳朵是通达的 我的心是很清澈的 我的身体 百结 个股 每一个细胞 都是又新又活的 各位们 这是迦德的祝福 祝耶稣要来 我的生命中 没有给仇敌 任何可乘之介 主啊 我要的就是这样 你爱的福士 我敬拜你 我仰望你 我知识于你 我会看见 仇敌看到我 桃枝瑶瑶 第二个支派 亚瑟之派 亚瑟之地 必出肥美的粮食 且出君王的美味 我们要谈到 亚瑟之派 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 亚瑟之派 出肥美的粮食 他们当时 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麦 麦做什么 做饼 有多少人知道 耶稣 把给儿女的饼 比喻为什么 医治 亚瑟之派在哪里 大家有看到 中间 这个小疯狂里面 推罗两个字吗 亚瑟的 之派分的地中 其中一个城市 就是推罗 你知道耶稣 在推罗 行过什么神迹吗 他医治了一个 迦南妇女的女儿 就在推罗 就在亚瑟之派的地方 马太福音十五章 耶稣离开那里 退到推罗 西顿的境内 有一个迦南妇女 从那地方来 喊着说 主啊 大魏的子孙 可怜我吧 我女儿被鬼附的 胜苦 很奇怪的是 耶稣竟然很残忍地 一言不答 门徒进前来求她说 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 请打发她走吧 因为门徒在想 反正你也不理她 让她走吧 看她可怜兮兮的样子 耶稣说 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那里去 什么意思 耶稣说 当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主要是要拯救 犹太人 以色列百姓 当耶稣升天以后 圣灵来 降下恩兜 在使徒身上 福音要开始传到万邦 耶稣说 耶稣说 呼呼耶稣的时候 他怎么说 他说 大卫的子孙 大卫的子孙 你知道吗 大卫的子孙 是一个特殊的名词 今天别人也可能叫 你是谁的子孙 就像有人叫我的儿子 灰灰的子孙 这是普遍的称呼 但是这个特殊的名词 大卫的子孙 只用在耶稣身上 只用在耶稣身上 这是一个专用的名词 大卫的子孙 这个名词 这句话 只用于弥赛亚的 是谁呼喊的 犹太人呼喊的 外邦人 是不可以呼喊 大卫的子孙 因为你跟大卫没关系 大卫是以色列人 你是外邦人嘛 他是迦男妇女 他为了得到耶稣的医治 两个字 伪装 他伪装成犹太人 耶稣一言不答 你知道为什么吗 耶稣爱每一个人 但耶稣的爱 无法留到那些伪装的人 耶稣是在教导我们一件事 当你伪装的时候 你得不到 什么叫当你伪装的时候 其实今天你的状况 可能很灰心 很沮丧 你来教会的时候 主啊我赞美你 我感谢你 感谢 主不要让你讲 宗教术语 讲官方套话 因为当你伪装的时候 你是感受不到真爱的 我举个例子 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谈恋爱 如果这个女孩 很欣赏这个男孩 但是女孩子有点自卑 女孩子觉得自己 高攀不上这个男孩 所以女孩子就伪装 那个男孩喜欢的样子 她大概了解 这个男孩喜欢什么款式 所以这个女孩 明明是大大咧咧的 但是这个女孩知道 男孩不喜欢这种 可是她又很喜欢的 所以她就故意搞现 她小鸟一人 小鸟一人 男孩问她说 这个你可以吃吗 可以的 这个你喜欢吗 OK的 其实都恨得要命 但是她伪装 是因为她不想失去 所以当男孩 真的爱她的时候 她在伪装里 你知道吗 她的心是很痛的 因为她知道 男孩爱的不是真正的她 是伪装的她 你懂不懂啊 你了解吗 当你伪装的时候 你是感受不到 对方对你真正的爱的 因为她不相信 耶稣可以爱她的本相 我们这一群的人啊 都是在人间受尽伤害的人啊 所以神今天把我们 带入神间 哈利路亚 我们在人间 都是伤口累累的人啊 我们对人都信不下了 因为人说得漂亮 做得不漂亮啊 因为人答应我们的 百分之九十九 九九九九都做不到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伪装 因为如果人看透了我 人就不爱我啊 我如果不伪装一下的话 没有人愿意接纳我啊 我要把你在人面前的样子 带到神面前 主说 照着你的本相 我爱你 就像老鼠 不能有老鼠爱达米 把你吃掉了呀 耶稣就说 我爱你 永远爱你 天父怀抱 拥抱你 耶耶 照着你的本相 哈利路亚 听好弟兄姐妹 不要讲宗教的术语 阿爸 我需要你 阿爸 我真的不想坐在这个人的旁边 坐下个礼拜 让他坐远一点 阿爸 可以 不要说出来 哈利路亚 内心的呼唤 主照着你的本相来接纳你的 我们总是觉得在神面前讲好 提点 大概他 喜悦我 早就看透你了 可是就是不放手 知道吗 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一种自由 叫坦然无惧的自由 耶稣是一位医治者 独径不够 坦然无惧 祷告不够 来 劳苦重担的 爱主不够 来 劳苦重担的 到最后 这个家男妇女 她不再伪装 她承认 就算连狗 也吃桌上掉下的碎渣 因为耶稣识破她 耶稣说 不可以拿给儿女的饼 给狗吃吗 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 耶稣是讲出那些犹太人的观念 外邦人 在犹太人的眼中 就像小狗一样 犹太人有一种骄傲吗 但是耶稣来 要把这样的祝福 带出去 虽然她的时间还没到 可是当这个家男妇女 一旦开始承认 是 我是不配的 犹太人配 我外邦人不配 但是我就照着 我不配的样子 来到你面前 耶稣说 配了 当你愿意带着 不配的样子 来到神的面前 神说 你配了 只要来 敢敢地来 神就 叹叹地给 你看到了吗 神不喜悦伪装 因为当你伪装的时候 你感受不到 神的意思是什么 任何时候 任何状态之下 你都可以来 阿雷路亚 第三 拿佛塔利之派的祝福 叫耶稣使你 完全得释放 拿佛塔利 怎样预表耶稣 拿佛塔利 是被释放的母路 他出加美的言语 大家起来说 加美的言语 神也让我们 出加美的言语 神也让我们 用话语来款待自己 神也让我们 用话语 款待家人 用话语 款待弟兄姐妹 跟你旁边的人 微笑一下 我真的很荣幸 坐在您旁边 跟他说 Amen Hallelujah 拿佛塔利的领地 你留意啊 是靠近加利利海的 在耶稣那个时代 拿佛塔利支派 被称为什么地区 叫加利利地区 了解了吗 加利利地区啊 就是拿佛塔利支派的领地 你知道吗 耶稣当时 他三分之二的神迹 在什么地方行的 就在加利利地区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主要是集中在 加利利地区 何为加利利的言语 就是在加利利的海岸边 耶稣传讲了登山宝训 直到现在 他仍然被认为 是圣经中最美丽的 篇章之一 同时 耶稣在这里遇到了 被鬼压制 十八年的妇女 主只说了一句话 那被捆绑了 十八年的妇人 就立刻痊愈了 耶稣一句话 受压制地得自由 耶稣一句话 又受枯干的人得医治 耶稣一句话 瞎眼地看见 耶稣一句话 耳聋地可以听见 麻风病人得医治 这个叫加美的言语 加美的言语是怎样 属天的话语 信的正确的话语 是看见基督的完工 今天从我们口中 派出全病和能力的话 都被称为加美的言语 那一天耶稣来到会堂 那个弯腰十八年的 他只能看到泥土 那是魔鬼的食物 因为蛇是吃尘土的 他只能看到地 那一天耶稣叫他起来 他就支气要来 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二节 耶稣说你脱离这病了 一句话 加美的言语 所有的人注意听 今天 你的口 可以释放生命 也可以带出拆毁 因为生死在舌头泉下 使爱他的 必吃他所欠的果子 信的正确的宣告 是有大能的 因为话语 是把灵界的完工 带到物质界的 想起 约尔·欧斯蒂姆斯 他讲到他的妈妈 在好多年以前 他的妈妈身上患有癌症 检查出来 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 医生判定 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但是他不妥协 他怎么做 他口出加美的言语 他就把所有圣经中 谈到神一致的经文 都给找出来 他怎么做呢 把所有的相关的经文 找出来 汇成一个小册子 每一天就在宣告 尤其他最喜欢宣告的 就是诗篇 118篇的一句话 叫我必不自私 仍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医生说 对不起 您只有几个月了 他说我必不自私 仍要存活 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 约尔欧斯蒂姆斯说 他的妈妈 疯狂到什么程度 没日没夜的 口出加美的言语 因为他相信 只要他信得正确 他站在神的应许之上 话一说出来 真的可以释放全病 他说有一天 他开着车 带着妈妈 经过一条路 刚好旁边是一个墓地 他妈妈坐在车上 突然跳起来 我必不自私 能要存活 必要穿上耶和华的作为 又是吓了一跳 一看原来是个墓地 妈妈本能地跳起来 我必不自私 能要存活 我告诉你 我能要存活 哈利路亚 斯米达 了解吗 今天我奉耶稣的名要祝福你 对自己说 我必不自私 我的财务必不自私 我的健康必不自私 我的关系必不自私 哈利路亚 人要存活 你知道吗 当他今天站出来 见证神的时候 这个老太太 意气分发 充满极大的荣光 因为他是在用生命来见证 耶稣基督的拯救 口出加美的言语 当上帝看到 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上帝没有说 好黑啊 好黑啊 上帝如果说 黑就更黑 更黑了 就更更黑 你看到了吗 耶稣对着黑暗说 要有 要有光 今天回到家 要有光 要有爱 照着镜子 我的脸 要像天使般浓美 哈利路亚 从此之后 当你开始 表情有些奇怪的时候 不要说做鬼脸 做天使脸 哈利路亚 我最后讲一个吧 来 约瑟之派的祝福 约瑟之派代表 耶稣是怎样的 耶稣是主动将你 寻回的拯救者 约瑟 雅各给他怎样的预言 约瑟是多结果汁的树枝 是全旁多结果汁的枝子 他的枝条 怎样 探出墙外 什么意思 本来你是在墙内的 现在你探出去 看恩典要给出去 来呀 要么 欢然取死呀 这是耶稣 耶稣巴不得要把恩典给出去 当时犹太人 他们的圣殿 在耶稣的时代 他是有隔离的 圣殿有一道墙 隔绝犹太人和外邦人 外邦人到了一个界线 这堵墙之内 他是不能进的 我告诉你 犹太人也比较骄傲嘛 犹太人认为 我们的神是我的神 所以他们看不见外邦人嘛 但是耶稣来 既然你们不让人进来 耶稣就把恩典给出去 以弗所说二章十四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来来看十字架 一竖一横 竖的代表我们跟神的关系连结了 横的代表我们和人的关系连结了 因这十字架爱 耶稣拆毁了我和父之间的隔绝 也拆毁了我和你之间的隔绝 然后我们唱一首歌 我和你 收敬毁了我和你之间的隔绝 收敛毁了我和你之间的隔绝 收敛毁了我和你之间的隔绝 不配的到我面前都配 在律法之下最圣洁的都被选出 最在恩典之下最不配的都可以蒙恩 因为他主动地把恩典分售出去 我们看耶稣就是约瑟的知子 他探出墙外 约翰福音第四章 耶稣怎样 耶稣来到约瑟支派 两个儿子 约瑟支派的领地 他离了犹大 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你知道吗 撒玛利亚在什么地方 就是约瑟儿儿子的领地 约瑟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民 叫序家 那里有雅各井 耶稣人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 那时约有五站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他来寻找这个羞耻的妇人 他不敢出来 在人群中 他伪装自己 到人多的时候他就离开 人少的时候他出来 在太阳高照的时候他出来打水 他有很多过去不堪的一面 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他也没有办法面对人群 耶稣是生出的自治 你不来 耶稣说我来 什么意思知道吗 这一天 你永远逃不过 耶稣对你爱的追逐 你想包装自己 你想逃离神 我不来聚会了 我不来小组了 这个人让我失望了 上帝没有让我满意 祷告都不听 耶稣知道 也许你对他或者对人 对你的牧羊领袖 也许都有失望 这个妇人 我猜想她对很多人 有失望甚至苦度 你想一个妇人 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 这是一个多么破碎的生命啊 人看到的时候 人看到她的羞耻 耶稣看到她的时候 看到她的受伤 耶稣找到她 耶稣说 我是探出的智子 我找到你 在最深的角落 在最深的孤独 在最深的绝望里 耶稣说 我来了 我要恢复你 耶稣恢复她到什么地步 当耶稣超自然 这个爱充满她的生命 她勇敢起来 她跑回人群 把人带到耶稣面前 这一位属天的约瑟 把丰盛的生命带给她 她把灵魂 带到属天的约瑟面前 你看到这是一个正确的互动 耶稣从来不是先要求你 耶稣从来都是先爱你 在被爱里 你会自然地回应她 今天当我们谈到 耶稣隐藏在十二支派中的秘密 我们要问 我的生命如何能够一直在新胜利呢 我的生命如何一直涌流 喜乐平安自由和丰盛呢 主啊 帮助我更多地看到耶稣吧 弟兄姐妹 今天当我们结束的时候 牧师要鼓励你 为自己祷告 因为彼得后书第一章说 如果你更多认识耶稣 给你的恩惠平安 就多多加给你 更多认识耶稣 认识耶稣 哇 祝福会来的 平安加征的 新生加征的 那是主加给你的 你只要耶稣 只要耶稣 我只要耶稣 主说 我把一切都加给你 你知道吗 当我们谈到十二支派 十二支派里 也有不能够预表耶稣的人 我们下个礼拜会谈 在这一期中 我们都有很多要学习的 今天 我们里面 就跟主有一个祷告 帮助我 保持一个聆听的心 哈利路亚 保持一个受教的心 让我在任何的经文中 尤其在旧约 看到基督 因为旧约 在新约中被写明 而新约隐藏 在旧约中 整本圣经 只有一个主角 它的名字叫 耶稣 我只要耶稣 一切都加给你 来 一起站起来 哈利路亚 一起来 只要耶稣 只要耶稣 主啊 让我在圣经中 看见你 你帮助我 跟认识你 在一马五十的路上 你来恢复 那个灰心 沮丧的门徒 让他们可以 重新火热起来 让他们的力量 被恢复了 让那个原先 灰心的 要放弃的生命 重新得力了 阿爸 你爱我 你爱我 你接纳我 在我最低谷的时候 你与我同行 你亲自来救进我 你就是舍不得放弃我 你要用你温柔的手 抓住我 告诉我 你永远接纳我 与我同在 在这茫茫的人海中 你拣选了我们 你用你的生命 来伴随我们 谢谢你 主啊 让我们的心 不断的书写 让我们聆听到 耶稣基督被告举的福音 那复活的气息 一直吹进我们的心 主啊 我们领受 我们领受 大大的张口 哈利路亚 来弟兄姐妹 举起手来 自由的来祷告 Amen 耶稣 耶稣 我只要耶稣 帮助我更多的认识你 帮助我更多的看见你 帮助我更多的浸泡在你的爱里 主啊 让我不只是领受恩典的知识 让我恩典的生命 开始永留 活出那恩典的生命 是被耶稣浸泡过的生命 是真正得到基督为自保的生命 是在基督的爱里 柔和谦卑的生命 是从你而来的生命 是永留的生命 自由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 阿爸 我继续领受 你爱子的荣卧 爱子的怀疑 耶稣 阿大拉雅 阿大拉雅 耶稣 阿大拉雅 为我而留 三十九边缘强 为我承受 你死为我 复活为我 使我明白爱的滋味 宝血一滴一滴 为我而留 三十九边缘强 为我承受 阿大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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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九边缘强 阿大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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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为我 复活为我 使我明白爱的滋味 宝血一滴一滴 为我而留 三十九边缘强 为我伸手 祢是为我 不过为我 使我明白 爱的滋味 求祢愿意 哈利路亚 Amen 宝贵的弟兄姐妹啊 耶稣在呼唤你 到祂面前来 他要对你说这个世界啊 不能够让你保足的 不要在死的地方找活的 能够安慰你的 自由耶稣 能够让你自由的 是耶稣 来跟牧师一起 把手放在我们的心口 跟主说主啊你帮助我 更多认识你 Amen 更多认识你主啊 为自己来祷告 再花一点点的时间来 为你自己来祷告 帮助我主啊 让我在圣经里面 听到你的话语 是看见耶稣的 是高居耶稣的 Amen 更多关于耶稣的启示 向我来献明 耶稣的 耶稣的 这真是 Malala